放眼望去一片绿油油 这个位于英国的足球场 隶属于格林森林流量者足球俱乐部 号称世界上最环保的足球俱乐部 不仅足球场上的草地吃素 就连球场里贩卖的食物也是纯素 球场常见的闲派不含肉类 只有蔬菜口味 它味道很激烈 但这些肉费 这完全没关系 它味道 我们有鲨鲨和鲨鲨 但它们全是维gan 所以它们是维gan 它们没有维gan 你没有肉费 你没有肉费 所以牛奶和蛋 这间俱乐部的老板纹丝 从事绿色能源产业变成千万富翁 2010年他买下俱乐部 专注在气候保护 俱乐部鼓励球迷 不要开车来看比赛 若真的要开车 也请尽量使用电动车 体育场设有自助充电站 我曾经在国内的计划 我曾经在国内的计划 帮助提供了很多的想法 但其实我认为很多的想法 都很好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 努力更加健康 屋顶太阳能板提供球场 约四分之一的电力 电动割草机也是用太阳能发电 纪念品卖的球衣以竹纤维制程 球场上下对环保不遗余力 粉丝们也很支持 俱乐部打造出全球最环保的足球场 但缺点是腹地不够大 而且交通不便 因此他们看中另一块地 打算再盖另一个更大更绿的足球场 足球俱乐部有社会责任 从自身开始做环保 带动球迷一起爱地球 也渴望成为其他俱乐部的模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